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5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超级战 由来自中国的太极拳自由搏击名将太极飞龙韩飞龙 对阵来自日本的老将古古至九今年24岁 是从世界著名太极拳大狮王战军的韩飞龙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自由搏击名将 太极拳出身的韩飞龙 有着其他中国拳手有不具备的优点 在擂台上的韩飞龙将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 进行了有力的结合图创出了一套拥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打法 随着在擂台上比赛次数和经验的增加 韩飞龙逐渐的成为了中国自由搏击 新生代的领军人物之一 这场比赛将是韩飞龙第三次迎战来自日本的格斗高手 在前面的两次对日作战中 无论是朝仓风术还是狂犬西川智治都以韩飞龙的胜利 而告终这场比赛前来挑战韩飞龙的是已经36岁的日本老将古古智久 古古智久是尖修拳击与踢拳的双量拳手 曾在2016年中国某赛事上KO了武林风拳 新一代新人王金腰带获得着中鹏威 其实力不容小事 比赛开始后 韩飞龙已连续的扫退开路 将古古智久打得狼狈不堪 面对韩飞龙连绵不断的扫退攻势 古古智久开始着急的与韩飞龙展开拳法攻势 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韩飞龙的拳法比他的腿法更加出色 在经过了前面试探性的防守后 韩飞龙果断的施展组合拳反击 并以连续两击直拳成功中击对手 将古古智久击倒独秒 古古智久被击倒后顽强的站了起来 但是韩飞龙丝毫不给对手机会 再次以灵力的拳法将其再次两次击倒 在古古智久第三次倒下去的时候 裁判终止了这场比赛 最终经过裁判的判定 中国选手韩飞龙在第一回合2分40秒 配欧日本选手古古智久获胜 格斗世界现场报道 最后一切被适应了 杀光静谷 最后一切被准备到 窄图机会 出现了 成长的次被消灭